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三岁的人 待得好啊 还记得这个公公吗 满月的时候陪皇爷爷来看过你 他就是冯大伴的爹 世子乖 让冯大伴的爹抱着 母妃要拿敬献给皇爷爷的贡物 豫王侧妃 臣妾礼事 率世子朱玉君叩见皇爷爷 敬祝皇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来来宝贝 母亲不关你啊 到皇爷爷这来啊 让爷爷闻闻香不香 真香 你闻闻香是臭啊 豫王臣妾 守豫王静托 有共舞 敬献父皇 什么贡品啊 比朕的孙子还重要吗 父皇恕罪 有一件贡物是儿臣妾绣给父皇的道袍 上面有太上道君的三千颜真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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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大呀 只管说 不管怎么得来的 都是天大的功劳 父皇 这汗真经是齐大柱的媳妇 送到府里来的 谁的媳妇 回父皇 就是关在镇府司诏狱 浙江的那个齐大柱的媳妇 昨晚送到府里来的 说 说下去 是 昨晚 虚是 门差来报玉王 说有个女人 有天降的神物要呈现给父皇 玉王和儿臣妾便见了她 她呈上了这汗真经 她怎么能够这种 这汗真经 回父皇 玉王和儿臣妾都问了 这个女子是个真烈的人 自从她丈夫关进赵玉 一个月来 便天天守在赵玉门口 大风大雪从未见断 说是丈夫在里面受难 她也要在外面陪着 昨天天黑时 她还守在那里 只等她丈夫受了刑 便在赵玉外训捷 这个时候 她说突然来了一个道人 什么道人 什么样子 她说天黑看不太清楚 只能看见 这道人的头发胡子比血还白 身上穿的道袍也十分的脏 望着她便笑 不说 cima 这道真多 姐也要是 掌摊 爹 可以 爹 爹 军 爹 爹 爹 也是其中的一个 不会死 说着就送给了他这支木盒 让他连夜送到府里来 说第二日儿臣妾和世子会进宫 呈给皇上 皇上一看 什么就都明白了 女方 万歇爷 奴婢在这 章真人讲世了 多派些人去找 是 什么时辰了 回主的 快午时了 立刻去诏狱 到下留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晓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人将尸 姓神牌 朕要给张真人敬上封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群臣贺表 明时载 家境地诸后聪晚年 求长生一级便访方氏方叔 家境四十年腊月二十三 玉王妃突然献上了 谎称张真人将士亲赠的血经 史家境深信真人将士了 赦免了严党用以打击政敌的其打助 并令群臣上表祝贺 这一与国事看来毫无关联的举动 微妙地加速了清流与严党的最后决战 主子 主子 谁的 喜奏飞渊真君 忠孝帝君 万寿帝君 主子陛下 最后一道贺表 是督察院御史邹映龙的 严嵩 严实藩父子 还有一半的官员没有贺表 回主子 贺表都在这儿 今年正月初一 老夫八十二了 你们可正在壮年 为什么不向皇上进行贺表 上贺表誓死 不上贺表祸可一生 小阁老说得对 他们弄出张真人将士的鬼话 皇上要是真信了 我们一个个便死无葬身之地 阁老 您放心 在京四平以上的官员 凡是我们的人都打了招呼 世间事又可以忍者 又万不能忍者 老夫林元吕伯放二十余年 刀枪奸减击都替皇上当了 这一次 皇上如果真要欺微臣如碧里 之后只怕就没有人替皇上折风当雨了 由于我心 皇天可见 他虚见 高拱张居正 想躲这个位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真要杀了我 杀了你们 咱们都没了 他们能替皇上遮风挡雨吗 还不定谁杀了谁呢 景修夜堂万菜 禀告阁老 张三丰内涵真经的来历 都查清楚了吗 你回话 回阁老 这几天卑职们派了好些人在查 内涵真经的来历 已经查出美目了 什么美目 内涵真经根本就不是什么 张真人送给齐大主老婆的 而是来自高汉文 取的那个妓女之手 妓女 哥老 杭州死了的那个制造商沈衣石 您老还记得吗 这妓女与沈衣石有关 正是 那妓女本是沈衣石买来送给杨金水 其实就是沈衣石的侧氏小妾 这件事要彻查 铺上贺标就对了 你们立刻彻查 要严密看守高汉文和那个妓女 不要让他们跑了 或者死了 放心吧 爹 早看好了 高汉文那座宅子里 连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陈红陈公公那见面了吗 还没呢 这几天你一定要见着陈公公 这半个月皇上闭关清休 只有他和吕方能见着皇上 这件事让他想个法子 把风声透给皇上 告诉他 查出了妓女就查出了沈衣石 事关沈衣石就迁出了杨金水 一定要彻查下去 律方那个位子就是他的 老爹这不棋高 律方这个老狐狸早就靠不住了 听宫里的眼线说 豫王府那个冯宝就经常去找他 看来他们是把宝 都压在后两代人身上了 年前我就见过那个陈公公 陈公公在杨金水那件事情上 已经得罪了他 正担心律方整他呢 这件事律方一定有牵连 捅出来 私里见长印太监这个位子 就是陈公公的 就冲着这一点 陈公公这一回也一定会跟我们联手 爹 我今天就去找他 不要太早把底漏了 正月十五以前债主不逃债 衙门不拿人 我算了一下 正好陈公公是冯丹日伺候皇上 告诉他最好在正月十五皇上出官的时候 把真经的来历透露给皇上 正月十六的紫石自然会见分晓 知道了 好些人还提着心哪 你们也不要在这里守着我了 去 转告那些没有上贺表的诸位 告诉他们不要怕 过好这个年 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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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等给王爷拜年 徐师傅 高师傅 张师傅 学生给三位师傅拜年 我也是刚从宫里听到的消息 好 都坐吧 二十多年了 樊皇上敬天拜教 严芬仪和严世凡他们 没有一次不是征上贺表 公转轻辞 这一次 他们是向皇上摊牌了 有消息 从去年腊月二十三 直到年三十 严党的人便在四处侦查 张真人真经的来历 看样子他们手里有了牌 才敢这样 他们知道了真经的来历 是 这几天 燕在邪街高汉文的府邸 有好些刑部和大理寺的人 穿着便服在轮班看守 要是让父皇知道了真经的来历 我和李妃就只好去请罪了 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经的来历 我已经设法转告了高汉文 死都不能露这个地 让他们死 不能够这样子做 有备天理也有备人情 况且更有杀人灭口之嫌 王爷 臣等绝无让高汉文死的意思 只是让他有所防范 万一落入他们手中 先要扛住 这是下策 高汉文和他那个女人 万万不能落到严世帆他们手里 有什么法子 他们派人 我们也派人 第一 在正月十五散劫前 不能让他们把人暗地抓走 第二 要抢在十五散劫后 各部衙门开堂礼事之前 把高汉文他们送出京去 什么理由 怎么送 只好让高汉文受委屈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 让御史上一道参高汉文的奏书 罪名是 那即为期 干犯大明官制条例 贩子条例 在职官员 应该立刻罢为庶民 永不许用 这样 就可以用我们的人 把他遣送回原籍 又是一个正月十五 嘉靖自搬到西院以来 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 都要闭关清修 今天申时 又该是他出关的时候了 奴婢公祝主子万岁爷出关 咱们 主子 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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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月初一不给朕商喝表的事 有说法了 是 谁的调臣 回主族万岁也 言松言个佬的奏臣 七天了 主族万岁也 千万不要动了真气 伤了先体 现在几时 回主族 回主族 现在申时末 有时不到 那就是离郑月十六的子时 也还有三个时辰了 去 调集东厂振服司的人 分坐三路 过了郑月十五三节 立刻拿人 是 奴婢启奏主族 都拿哪些人 此时再说 是 奴婢再启奏主子 这件事奴婢是否禀告李公公 这件事还要让绿方再知道吗 是 林将宠 好好好 她是 敬你啊 这屋敬你 所有人都回避了 还进去 2 2 3 2 4 4 5 6 7 9 9 10 2 10 15 100 看见小哥老 兴部和大理寺的 有情暗问高汉文 快出来回话 兴部和大理寺的 有情暗问高汉文 出来回话 来了 来了 开门 母亲 我当初真不该跟你来 我是个不祥之人 你说什么呀 五支大患 应有五身 我去见他们 没我的铭信 千万不要颠火 不 进 是 是 高大人 对 好像在等人 显然不是在等我 很可惜 那些人也和你一样 他们的家 都被刑部围着 更没法出来救你 高大人 这以愿报德几个字 怎么解 君子有德 小人无德 你就是个小人 一个汉林院六品修传 我保举你出任杭州知府 你却火同旁人坏我的方略 以至朝廷盖道为丧的国策 功败垂成 年前 你居然还火同那些人 捣弄一本什么真经欺瞒皇上 端老子的碗砸老子的锅 你还有什么脸面 跟老子谈什么君子小人 严大人 我高汉文是两榜进士 出任杭州知府供职汉林院 吃的都是朝廷的俸禄 不是你严家的饭食 什么狗屁两榜进士 一个商人玩剩下的异计 你都当个宝贝似的娶到家里 你高家十八代祖宗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怎么 知道错了 好啊 回头有案 我今天亲自来 就是念在当初是我举荐的你 皇上也是看着我的面子 才把你从诏狱里放得出来 你说 张真人内涵真经 是不是沈一时交给那个异计的 你只要说了实情 我不保你也得报你 我这里没什么异计 只有我的妻子 至于严大人说的什么真经 我高马不知道 更和我妻子无关 张真人将士 将真经转图王妃进献皇上 群臣都上了贺表 严大人要另有一说 可以去问豫王 去问王妃 不要跟我说什么豫王 我告诉你 豫王和王妃也是受了你们的骗 齐君之罪可查不到王爷和王妃身上 你和你背后的那些人 要是打量着台出豫王和王妃 我们便不敢查你 那你就错了 我告诉你 四里建那边 东厂镇府寺的人早就等好了 一到子时 徐阶高拱张居正那些人 一个也跑不了 各队人马都备齐了吗 回臣公公都备齐了 现在骇石出了 到子时便分头出洞 是 是 干爹都去哪里拿哪些人哪 到时候会告诉你们 现在谁也不许打听 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正月十五不抓人 我告诉你 老的正月初一还杀过人哪 来人 大人 把那个女人给我揪出来 是 慢 怎么 你想明白了 那好 把那个女人给我叫出来 把事情说清楚了 我可以网开一面 我的妻子是在屋子里 可已经叫不出来 因为那屋子里堆满了柴 浇满了油 是 严大人 只要你的人一动 立刻就是一堆大火 无需半个时辰 就是一堆灰烬 好 你狠 大人 是 还进不进去 去放火吗 快去兵马寺 立刻调几部水车来 是 去兵马寺调水车来 小哥老了 滚 主子 主子 奴婢回来了 主子 见到吕公公没有 主子 到底见到没有 奴婢等得好苦啊 起来回话 谢主子 一直到有时 吕公公才看见了奴婢 说是 说是陈红抢先下手了 东厂 镇抚司的人 都去了西院 过了十五 十六的子时 就要动手拿人了 到底抓谁 吕公公说了没有 吕公公也不知道 但是奴婢来之前 皇上已经把吕公公召去了 那张票你李公公批红了吗 批了 批了 晚了 现在就是去 也送不走高海文他们了 皇上既要追查这件事 高海文他们送出了京城 也会抓回来 我不这样看 张真人将士的事 已经朝野皆知 只要我们把人送走 谁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抓人 严挡要我们的命 皇上还有自己的脸呢 好 你们在这等着 我去放人 高大人且慢 我是兵部的唐官 有兵部的看抗 我带着兵部的人去 比你需要合适得多 宿卿 你立刻去找邹婴龙 把他借的那份奏书拿到 老夫这就去西园等你 此时前 拼了命 老夫也要把奏书送到皇上手里 徐师傅 高师傅 皇上 不要去了 哪里都不要去了 就在这里待着 皇上问起罪来 你一定会有什么事 你如果会找到我 那边要等你 他就在这边 你能想得来 他就在这边 你应该想得到 他就在这边 这边 你怎么会想得到 自己的不错 你对我 你不错 就在这边 那边 你不错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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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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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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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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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兵马寺的水车 什么水车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你们又是哪个衙门的 没看见这里已经进夜了吗 让我倒走 还反问起我们了 正月十五子时都没到 进什么夜 快闪开 来人 大人 张大人 张大人 小的不知是张大人搭驾 先嫌请罪 大过节的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小的不敢回大人的话 请大人体谅小人们的难处 要去哪里绕个道吧 我就是要进这条街 你让我绕到哪里去 敢问大人要去谁家 凭你 你敢查问我 整队进街 有敢党到的 立刻拿下 是 整队进街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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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汉林苑修传高汉文 言高汉文身为文苑清流 朝廷命官居然纳计为妻 干犯大明官制条例殿无官真 现经吏部何时 报内阁拟票 经司礼箭批红 着急隔去高汉文 汉林苑修传 罢为庶民永不续用 捉见票拟后 立刻逐出京师 递送原籍